阮福音于公元1802年建立阮朝之后 立即向中国的清朝称臣建立了宗藩关系 清朝遇刺国号越南 虽然越南历朝历代都是中国的藩属国 但是越南君主一直都是对中国称王对内称帝 而中国也从来都不加干涉 阮福音始成加隆帝 然后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致力于恢复因多年战乱而千疮百孔的越南 加强了中央集权 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平等等 阮福音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 对越南封建社会的发展造出了很大的贡献 他死了之后 有儿子冥命帝阮福脚继位 这个冥命帝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才能的皇帝 他在位期间历经图治 大力发展军事 对周边国家发动战争 侵占柬埔寨和老沃夷一大半领土 令越南达到了有史以来疆域最大 阮朝发展到了极盛时期 而且冥命帝还做了一件非常大胆的事情 他改了国号 把当年清朝遇词的国号越南改成了大南 这种擅自更改国号的做法 显然是向宗主国清朝的权威发起了挑战 原本清朝是打算要干涉的 但是因为第二年就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 清朝已经自顾不暇了 这件事情也就不了了之 但是很可惜的是 冥命帝外交上闭关锁国 拒绝与西方国家交流和联系 令越南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 他禁止欧洲传教士在越南传教 使得越法的关系变坏 冥命帝死后 他的儿子没有他这样的治国能力 国家也就是基本维持太平 到他孙子阮福石这里 越南开始遭到西方列强法国的入侵 阮朝战备之后 被迫签订了不平等的条约 内容有割让领土巨额赔款 开放口岸等等 阮福石在位的晚期 整个越南的南部都被法国侵占 而且为了巨额赔款 朝廷还大肆搜刮明知明膏 导致了民怨四起 1883年的时候 阮福石去世了 他的儿子阮福音珍 成为第五代的皇帝 不过不是他的亲儿子 阮福石没有儿子 由杨子同样是皇室宗亲的阮福音珍即位 这个阮福音珍其实非常的惨 在位只有三天就被全臣给废掉了 被囚禁在监狱当中 第二年在监狱中饿死 也就是在这一段时机 阮朝的王室非常血腥 几个皇帝都是被全臣立了 不满意害死 再立不满意又害死 而更悲剧的是 在1883年 阮朝被迫和法国签订了顺化条约 后来又签订了第二次顺化条约 阮朝承认越南成为法国的保护国 就在阮氏朝廷向法国人节节退让的时候 清朝与法国就越南的统治权问题 展开了中法战争 双方各有胜负 后来两国和谈 1885年签订了中法新约 内容主要就是确定了1884年 法国与越南签订的第二次顺化条约 其中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宗主权 至此中国失去了越南这个藩属国 实际上越南就成为了法国的殖民地 从此阮朝沦为了法国统治越南的工具 阮朝的皇帝就是法国人的傀儡 此后再也没能翻身 当然期间也有几个皇帝试图要赶走法国人夺回权力 但是都失败了 法国殖民统治期间 由于之前越南长时间都是接受中国文化的熏陶 儒家文化已经渗透到了越南社会的方方面面 而对于法国而言 想要强行以法国文化取代中华文化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鼓励越南人学习国语字 国语字是基于拉丁字母演变而成的 1651年的时候 一个法国传教士亚历山德罗 做成的越南语拉丁语葡萄牙语词典 就是国语字的前身 越南成为了法国殖民地之后 公文大多都使用这种国语字 并逐渐地普及起来 一直使用到现在 越南社会中的汉文化影响日益的衰落 而来自西方的天主教文化影响 却逐渐地加深 以法国文化为代表的西式文化 在这一阶段大量地涌入越南 现在的越南社会已经被打上深刻的法国文化烙印 到了二战时期 越南一度又被日本占领 好了 今天视频先说到这 下次接着说越南 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惊计划